來這題我們乖乖寫就好 5點半發第一班車 早上的7點到9點半的時段中 每5分鐘發一班車 其他的時段是15分鐘發一班車 那請問你早上7點34到9點54之間 總共發了幾班車 你在7點30分會不會發到車 7點30分會啊 會吧 會 對不對7點30分而且那是5分鐘一般的了 所以我先來寫第一班其實叫做7點35分 OK嗎 嗯 聽懂我的意思齁 所以第一個7點幾分會有一班車 7點35分 再來下一個會幾分 40 45 50 45 50 55 8 8點 所以8點幾分 0分 0 5 10 所以一直到60分 對 OK再來 9點 9點應該會有一個0分 再來 5 10 10 一直到30 30 30 在這段時間是不是都5分鐘發一班 對 好在9點半之後是變成了15分鐘一班 嗯 所以下一班應該是40 45 所以我再把這邊全部都加起來就好了 OK 來7點的部分有4班 那8點你想一下 從5到60 從5到60 是不是總共12班 12 再加0分這一班 13 再來 從5到30 是不是只有6班 6 再加他7 再加他8 全部加起來 17 25班 大概是25班 喔 他應該應該加哪一體 OK OK 是